伊波拉病毒本来是只有在非洲 但是呢 现在美国出现了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出现在美国的德州 但是我们注意 美国在现在这时候 有案例出现了 但是美国人已经把解药 都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这是否代表着 美国他们早就预估 伊波拉可能会全境扩散 美国疾病管制局呢 他在日前就证实 9月30号的时候 他证实呢 伊波拉病毒真的已经进入到美国了 那事情是怎么样发生呢 就是这个人他目前现在德州 达拉斯的一个医院里面 做隔离的治疗 那其实呢 是9月初的时候 9月十几号的时候 这个人呢 就已经从西非前往美国 要去探视他的家人 就他去到时候 他一开始是正常的 就到26号的时候 他就已经觉得他身体不舒服 所以他入境的时候 是完全正常的 看不出有任何病症的状况 然后26号的时候 他就已经去就医 因为他觉得身体不舒服 那就医的时候呢 那美国医生看一看 觉得好像是小问题 所以就开给他抗生素 看起来可能是感冒啊 或者一些小状况 结果没想到呢 当他30号 他们叫救护车来的时候 是怎么样呢 他整个人是疯狂的在呕吐 你有没有注意到 那个救护车出现的时候 全部穿了那个隔离衣 在进行这个 因为他整个状况非常非常可怕 他整个人疯狂在呕吐 然后呢 把他一出家门 救护车把他抬出来的时候 他就一路吐 然后这个走 要抬上救护车的过程中 他一路吐 所以他的周边走到什么的房间 走廊 全部被他吐的到处都是 所以整个人说病毒出有可能这样子扩散 对 而且他们都说 全部人都在尖叫 觉得真的太可怕了 然后光是旁边的人看都说 你就光想这个呕吐物里面如果含有病毒 那该怎么办 那你看哦 这么可怕的一个状况 你想一想 是不是跟一个电影非常相近 对 其实有个电影就叫做全境扩散 他就是在讲尼瓜拉病毒这事情 然后这整件事情发生了 其实就真的让人家觉得一模一样 那你想哦 电影里面是不是演得非常可怕 是 对 那可是 现在你有发现 你有听到新闻报导说 美国已经全境扩散了吗 还没有啊 还没有 现在只说有一个案例而已啊 对 为什么呢 因为非常奇妙一件事情就是 美国竟然已经完全的准备好了 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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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那大家还记得吗 在八月份的时候呢 当时有一位医生在西非就感染了尼波拉这个症状 然后他感染的时候 其实当时他人在非洲也没有任何救治的方式 所以呢 已经非常严重 已经几乎叫做病入膏肓了 这个时候美国处理方式是什么呢 怎么处理 他直接派了军机把疫苗送往非洲 那当时大家都觉得 哎呀 你这样子花这么多钱啊 其实只是死马当活马医 那他并不觉得会有什么效果 因为这个人可能已经没救了啊 对 你送过去可能也没办法救治了吧 很神奇的是 什么时候 十七天之后 才十七天哦 这个人就在媒体面前出现 而且活跳跳的 行动自如 复原了哦 对他好了 他居然好了 伊波拉病毒 但是在现在西非有很多地方都好像看似没有解药啊 那怎么美国自己本身却有解药呢 对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阴谋论就出现了 哎 为什么 人家人家说这个病啊一发生的时候我们要研究出疫苗 你总要有时间吧 哎 美国怎么这么厉害 你的疫苗怎么就准备的好了呢 而且你的疫苗还特别的有效 哎 有没有可能一个 大家就筋谋论了几个方向啊 一个方向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哦 这个病毒根本就是你美国弄出来的嘛 你说都比美国弄出来的病毒怎么说 对有没有可能 不然因为人家人家就有看金融就知道哦 唐门的毒只有唐门能解对不对 对对 所以呢哎 为什么你有这解药啊 该不会毒就是你的嘛 不然你怎么会有解药呢 你怎么解的这么好呢 是对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方法是说 哎 是不是你可以 你会把他拿来当一个生化武器来攻击别人呢 对啊 如果说他照理说 如果说没有解药 那你看现在西非有那么多人的死亡 但是美国人却突然之间有解药拿出来 看一好美国人 对然后再来是 有没有可能就牵扯到钱了 有没有可能就是 大家都没有解药 那你就到处去放毒嘛 那大家只要感染了 就只能跟你美国买解药 是不是一个赚钱的好生意 所以也就是说 他们的毒只有他们会解 伊波拉的毒只有美国人会解 也就是说 我伊波拉如果全境扩散的时候 我美国的医药厂商 我美国的生物科技 就可以大赚齐钱了吗 对而且呢 更神奇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往后 我们去找说 到底是什么公司出产这个血药 你这么厉害啊 哪一家 就是这个公司呢叫MAP 那这个MAP这间公司呢 他所做的这个药呢 叫做ZMAP 背后到底是谁在出钱出资 来支持你做实验 支持你做研究呢 结果就发现了是什么呢 是一个美国的机构叫做 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 这个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单位 怎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单位存在呢 对之前我们很少听到 对不对 那我就举个例子 我们电影里面是不是呢 这个有一个叫做神盾局 那这个神盾局是什么 我们看到这边就是 我们电影里面的神盾局 神盾局它是不是叫 不惜一切的方法呢 那要维持美国国土的安全 在电影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神盾局 你感觉好像是一个神话 可是其实呢 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 就是一模一样的哦 这个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 它是可以掌控所有最 最恐怖型的武器 然后再来呢 他们的目标 他们的任务是什么 就是不计一切的方式呢 要维持美国国土安全 而且呢 它的权限到什么程度 它可以要求各部会 全部互相合作 互相配合 你看它是不是权力真的非常非常大 可以要求各部会来互相配合 但它等于是可以跨部会指挥 表示说它可能 所属在可能是五角大厦 甚至所属在白宫的单位下了 而这一个这么厉害的单位呢 它就是这个药厂MAP后面的出资者 后面的支持者 所以你说 药厂的出资者 对 所以你说这整件事情 到底跟美国政府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注意到 这伊波拉病毒的扩散 你记得那全境扩散的 电影当中的情节吧 最后那病毒从哪来的 从一辆车翻车走 蝙蝠把那东西吃了以后 传播到人的身上 这是否代表着说 美国人 他们在生化武器的研究上面来说 故意用这样的方式 再进行扩散 再进行利益呢 其实呢 在美国有一个地方呢 它是美国 它研究这种细菌 研究生化武器 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室 可这个实验室呢 真的一直 很大家都不知道 它在哪里 其实大家看这个地图 美国最大城在哪里 人最多 人口最稠密的 就是纽约 纽约啊 其实它离纽约不远哦 这么近的地方 它的纽约上面 长岛这边呢 对 有一个普拉姆岛 就在长岛上面 长岛最北端的位置 最北端这边 它离纽约真的很近哦 它这边这个普拉姆岛上面呢 居然呢 已经被美军在那边设立了一个 叫257实验室的地方 你是说上面有一个特殊的实验室存在那里 这个实验室 它的化名 其实当 你去那边看 你绝对看不到挂招牌 是257实验室 它挂的是动物疾病研究中心 所以也就是说 故意用别的招牌来 它就是一个 好像感觉上 掩盖它本身实际的状况 在1954年的时候 美国军方招纳了非常多 全世界顶尖的生物学家 细菌学家 包括什么 包括当时二战的时候 纳粹细菌战的负责人 包括日军做生化细菌的这些科学家 包括 他把日本跟德国最优秀的这些生物学家 那个南瓜过去了 而且还把当年 发明了碳区病毒的生化武器的 这个科学家 通通通网络进来 在那边进行 大量的动物实验 他送了非常多的实验动物在里面 那他整个实验室呢 当然美国政府都说 他这个是一个全世界最安全的实验室 大家不用担心 可是你要知道 真的最安全吗 他有没有出包过吗 其实他出很多包 他第一次出包呢 是一次呢 就是压温大流行 那结果大家都查 查不到原因 好 压温压温 那一定有人把病毒株带进来 才会有这样的状况啊 到底什么原因造成 整个长岛附近地区 大量压 全部死亡 好 查不到原因 那这件事情 因为是压子死掉 所以没有很严重 后来呢 八年后 突然呢 那个 普拉姆岛附近的一个小镇 叫莱姆症 在莱姆症里面有三十几个小孩子 十二个大人 开始发病 他的关节开始扭曲 然后关节疼痛 然后扭曲 然后整个变形 然后他的整个声音呢 就变成了非常的薄 非常细薄 然后对光线声音非常敏感 而且 所有发病的人呢 非常情绪 情绪非常不稳定 经常就是 非常非常痛苦 好 就是大家讲的 就是莱姆关节病 后来这个病的慢慢蔓延 蔓延 蔓延到全美四十三周 都有这样的病例发生 非常非常可怕 那后来呢 在过差不多十几年之后 一个西尼罗河病毒发生 这个病毒致死率很高 可是怎么很奇怪的病毒都会在美国出现呢 对 这出现 这个病毒 很吊诡啊 明明是非洲的病毒 很诡异的地 也蔓延了那么多个车 对 这是怪病 结果西尼罗河病毒 西尼罗河不是 尼罗河怎么会跑到美国 对 它是一个非洲的病毒 致死率呢 差不多很高很高 四百个人呢 因为这样死掉了 那结果大家一查到底问题在哪里 结果大家在查查查 发现 莱姆病 它的宿主是什么 宿主是一个 这个一个苍蝇 叫狮蝇 这样一个苍蝇 结果这个苍蝇呢 飞出来之后 整个大传染 你意思说从实验室里面 飞出来了吗 对 结果大家去查查查 257实验室 居然它天花板有破裂 它的空调有破裂 所以就说有苍蝇飞进去了 有苍蝇飞出来 飞出来之后造成全美大流行 也就是说苍蝇 把病毒株给带出实验室了 对 所以呢 但是这些 这些整个都是当时的调查 但是美国军方 跟美国政府呢 完全否认 都说 这个没有 这应该是全球 全球气候变迁 全球化 所以呢 因为飞机 有这样的运动 所以造成这样的问题 因为1991年 当时有大飞风 飞风过后 当时长岛受到 非常严重的飞风侵袭 当时这257实验室 其实也被飞风 也被破坏了 也被破坏了 而当时就被拍到什么 还有那个实验室呢 断电啊 它的冰柜倒塌 蚊虫乱飞 污水横流 那完蛋了 里面有多少病毒 出在里面啊 所以到底有多少病毒 在这个飞风 散出来呢 美国政府跟巨方实忠说 它是一个全世界 最安全的实验室 美国人他们现在 用这个实验室里面 在做病毒株的实验 但是我们注意哦 病毒株去用在 这生化战上面来说 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而美国有用过吗 有 在越战当中 如何用法 休息一下 来揭秘